既然已经查到了会有可供执行的款项 那么执行法官就会切而不舍地去执行 去为申请人讨回公道 就在执行法官下达相关法律文书的时候 出纳员来到了执行现场 这名出纳又能否提供赃心中的银行账号呢 这个团队要能收回那个买卡 是吗 这是他们收借款的卡吗 什么收借款的卡我不知道 我给你提供那个发生活费的卡 就这个 是不是也是这个借款是不是也打在那卡里 我不知道他没提供 他本人提供 就是打在哪里都有本人提供 他现在提供没 没有 没提供 对我不知道他没提供卡 不是你可以看一眼 他那块孔子的别人都提供 他没提供 新提供的这个 这是以前的 黄色的是吗 对 黄色的就是 就是那哈 对 新提供的卡 那以前的这个好使吗 那我不知道 生活费是否就往这里边转呢 嗯 生活费 对 就往这边转 对 那我现在要给您这帮下个手去 就是从现在我下手去起 不是你跟咱领导说 我就是冲纳员 我对你要是让我给你提供卡号 它就是以前的生活费 你是西遥村的冲纳员吗 对 你是西遥村的冲纳员吗 对 我跟你介绍我们 我们是大众法院执行局的 咱们是以工内工的身份说话 我现在是冲你们西遥村下手去 你去院院说 你冲哪那董长下去 你跟咱董长说 你要是我出纳员 你负责查卡号 西遥村 董事长是西遥村的不 对 也是西遥村的 对 对 那我们冲里面西遥村下手去 对 你要卡号我就给你提供 我知道 从现在开始呢 这个卡号不能再变了 那我不知道 那你跟本人说 不 他要变了以后 他不得上你来更新吗 对 他来我这更新 对 你告诉他不能更新了 因为我们跟你下凯率文书了 不能更新了 好不 如果更新的话 我们要处罚西遥村 包括董事长 包括你们财务人员 那你跟咱董事长说吧 我会跟你们董事长说的 但我现在也得告诉你们 你们得值钱 不能我告诉咱董事长 董事长不跟你们说 到时候你们承担法律责任 你们喊员 行不 出纳员表示 他只是一个工作人员 只能配合执行法官 提供张星中的银行卡号 至于别的 他还得听董事长呢 我可以说这个道理 就像我这卡消迟了 我就得去换 马上换完我还来更新 这事我跟你们这么解释 他换完卡以后 是不是得上你们这登记 登记新卡号 完了你们才能把下一笔钱 再转到他新卡号里 对不对 对 对不 那这项工作你就你定期问一下 他刚不刚系 你就完事了 我现在给你们发的主题就是 他就算换了新卡 也不得上你们这来 你们不能给他变 他得把这个 这个可不能 那咱就属于给你听法了 不变 对就是听法的意思 我们给社保也下过类似手续 社保都能配合我们 禁止变更它的卡号 咱俩的工作全力听董事长呗 对 抬头是西邀和村民委员会 并不是董事长个人 董事长个人也代表不了 这个消除民委 咱俩像你们那地方 是那么讲理的地方呢 如果你们这个 这个道理都显不明白的话 那你们个人也会受到牵连 我希望你们能够清楚 但我只是跟你说一下 这个就是他个人 如果需要变 咱就得 那你们肯定 现在有这文书在 肯定不能给他变 因为他明是欠管这事 没有几句完毕 咱俩这还倒了 咱俩 咱俩咱俩 人家变不变他自个儿 所以说 他说了算以后 他说这卡消失了 他就需要变 那他就把他签到这儿 我告诉人家 人家不变 对 你拿这个人数给他看 对不对 盖着法案公司长 那你就直接找他 把他找来 你就跟他说 他现在不配合大姐 他要能配合我们 费这个口舌干啥 两位工作人员表示 是否更换银行卡号 都是赃兴忠本人做主 他们只是作为工作人员配合 扣不扣钱的事 希望法官找赃兴忠本人解决 但是如果执行法官 一开始能找到赃兴忠本人 让他主动还钱 或者是能查控到赃兴忠银行卡号的话 那法官也不会大费周折来到村里 执行现场 法官跟两位财务工作人员再三解释了 如果赃兴忠来变更了银行卡号 可能会对执行产生不利影响 损坏了或者消辞了 他就变了 那是他的个人原因 但是他这个迷删 没解决完之前 这个钱他都不能收归己有 这样他属于规避执行 他属于恶意执行 违反法律规定的 如果你们也配合他 去变更那卡号的话 在我给你们下这个文书就有变的话 那你们相当于协助他 那你们为什么平安无故要给自己来 这个法律随着呢 那他这不是借款吗 他借的钱吗 对啊 那借的款他是不是用来自己花呀 他叫什么借款 他这里边写的都很有借款 他借的钱 家庭生活困难 金借三十多元 那他欠别人钱 应当优先还款 对不对 有法院判决在 如果法院判的钱他都不还 政府告诉他该怎么做是不做 那这个人是不是已经违法了呀 红利灯亮着 让红利灯不能让你走 你非要闯 那是不是违法了呀 对不 你少爷现在判的要求他还不还 他现在不还 好了 借了钱以后自己吃喝花了 那是不是也违法了呀 耽误一下还为了不好意思啊 但是咱们办公室没有状况 我们也了解 当中一个月有两千万元的生活补助 这我们都没扣 因为考虑到账金中要有基本生活 我们都没扣 申请人员也同意不扣 但你说不扣不扣 从19年到现在三年了 账金中一分钱也没扣 那你说你从老外庭角度来讲 你怎么办事呢 借钱的时候 好话说借 人家把钱卸了 还钱的时候 跟挤牙膏 一分都不够 在执行现场 法官给两位财务人员做了笔录 并再次跟两人视明了 这里的法律关系 这个笔录是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这个钱呢 不能再给账金中 也不能给他其他的执行人员 第二个呢 我们现在控制你们 不得变更账金中 现在的这个收款卡号 除了这个笔录以外 我们还会有文书给你们 这个是我说的文书 协助同事书上面写了 我们要截留 他这个案子一共欠他 231425 截留到大冬法院 在截留同时呢 这个钱不能再给账金中 或者他指定人员 也不能变更这个卡号 这个受理的也是董事长 所以咱他受理完 咱作为动工乐人员 带着你钱这个 我们冲的是西邀村村委会 我们不冲董事长本人 董事长本人也带着不了 叫西邀村村委会 一个是个人一个集体 那你不能说让村委会 一个人全来一件 你不可以早懂两件吗 对不 我现在向你们村委会送拿 我只要送拿到你们 办公地点就可以 这是你们办公地点吗 对不 那你这个责任 没法分清呢 大叔 人家再没看见你 我是冲村委会说话 如果村委会聚不协助配合 董事长我们要处罚 你们这位强人员 那我们也会不用 我说这个就是 这个价有效性 别让人看不见 这个请你转交给董事长 就是你一个单位 咱说讲话那老多员工 也有法人 你的送拿价 你是不是得给你法人 你不能给人员工 送送拿呀 那现在法人在哪呢 董事长在哪呢 那你约吧 你给打电话呢 你这对话 你这玩意儿是你给个 工作人员是啥回事呢 法律规定呢 我们只要送拿到你 你这俩 不是 你这俩那啥 你这俩咱俩那啥 咱俩咱俩在这儿 那个你 你该给领导 你给领导 筆录是看完了什么 看完了完了每页签的 在现场 两位工作人员 也对已经完成的筆录 确认无误签了字 签字后 他们提出了另一个要求 你给咱一份吧 待会人来 我得拿出来 不是我会怎么办 你帮你去复印一下 然后这个件 这个件我留给你们 如果暂性中 拿着信号号又来 又变更了 你们把这个件给它删 对呀 但是我就属于违法了 对不 对 你告诉我 我不能按照你要求办 反正上我不能办 对不对 办的话就具有我们责任了 你可以跟他说这话 这都没有问题 好 来 我跟你们说一下 这两个文件是一套 那个文件 你刚刚给您找出 您找出这个也给到 不 会是你们财务人员 不是财务人员 咱是工作人员 咱是有些财务人员 咱也丢了两个的事 咱不财务 你不是财务 你该给谁给谁 你知道吗 你这样一个厂子 这厂子也有领导的 你给一个员工 这个东西我们收不了 这是我们的工作证 这都交给你们 我们收不了 这是一个协助接手的函 好 我在上面写得很清楚 我们之前给你们下过接手手续 但是现在呢 出现了不配合的情况 出现了不配合的情况 如果接下来的事还不配合的话 我在上面写了相当的法律责任 可以对董事长 可以对直接的责任 进行罚款拘留 或者是向同级的纪委 上级纪委反的这个情况 所以就继续责任 俺俩牵制一下 俺俩肯定能做到 好 也得算是还不了了 对 好 他要去做这 要是非调变工 让他找你们去 你们有文書 说这可以变工咱来变 这是给你们留这送拿的 你们可以拒收 但是我按法上 不是 别放我博 放那边你找他那 你放那啥的 那他正常应该是他存拿的 你们愿意放哪放哪 我已经放这了 两位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只能对 已经签收的笔录负责 至于其他的 还是得找领导 他们做不了主 在查到了 张兴忠的借款信息后 执行法官 也是下达了 相关的法律文书 并详细地解释了 其中的法律关系 甚至还强调了 违法的后果 我们给他下达文书 以及给他们 送拿了一封 关于协助执行的函 那么在这个函件上 写得很清楚 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 西邀村委会 作为协助义务部门 应当履行协助 不截留被执行人 执行中这个分空款 也就是现在所谓的 借款的这么一个 法律行为 如果他拒不协助 我们会对西邀村 进行法管 如果法管后 仍然不协助的 我们将对西邀村的 这个主要负责人 也就是他们现在 所谓的村支出 或者叫董事长 以及他们的职接责任 比如说像今天的 财务部门出纳和会计 进行法管 情急严重的 将予以继留 如果这个造成了 申请人 无法兑现 这个生肖判决这个损失 我们还将按照刑法 追究相关责任人 这个刑事责任 追究他拒不履行法院 判决裁定罪的 这个刑事责任 因为一直联系不上 这几年姚女士一家 也费了不少周折 执行法官也做了很多工作 这次找到了 可供执行的款项 执行法官也是竭尽全力 想截住这笔款项 我们说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也不知道